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请问我啦 大家好,我们是等民论之道 泰雅支部数位教材与记忆推广 这次我们的报告大纲,请参阅 前沿,研究动机 哎呀,会传统支部记忆的人越来越少了 对呀,所以有少数的支部老师透过个人工作室 推广泰雅支部记忆 可是这种传统的真人教学能数一多 教学效果总是很不好 那该怎么办呢? 为了克服上述传统真人教学 带来的人数限制与障碍 本主想透过探讨泰雅族支部传统记忆 研发泰雅族支部数位教材与小书 设计简映板桌上型支部机 透过数位教材推广泰雅族支部文化 研究流程 确认主题后,我们跟着支部老师 学习泰雅支部相关课程 藉以设计完成支部与工支两套数位教材 最后进行教材施测与修正 文献探讨 支部机介绍 因应需求 泰雅支部机已经从传统地基 发展出各种简易化支部机 但是这些支部机体积大 体价港贵 如桌上型支部机 一台也要一万元左右 工支介绍 工支是使用竹子的张力来进行编织 为泰雅族男人必备的生活技能之一 传统育用于肩肺带及腰部带 现在则是利用在各种文创商品上 如手环 图腾与颜色 泰雅支部常见的颜色 以米色、红色、黑色为主 常见的图腾有山、鹅 为泰雅族人的生存依赖 竹林之岩、Rozzi 为部落与山林之间的守护 食物作品 为了推广泰雅族支部机 以本组设计的数位奖材 包括材料包、数位影片、实体小书 以及小型支部机 实体小书介绍 我们的实体小书包括了 女子支部的等明论之道 以及男子支部的达雅工之谷 小书内容包含了泰雅支部文化介绍 操作步骤 还有售后意见相机 注意教学哦 鲁嘎书嘎你好吗 鲁嘎书记我很好 透过云卢字学足语真是有趣 数位影片介绍 只要扫描小书QR Code 即可观看教学影片 我们的影片特点是 每部影片都有步骤主题名称 复杂的动作会重复播放 重点或困难的地方 会局部放大或放慢动作 那这样学习效果好吗 没问题哦 我们有邀请学校的老师 以及学生进行教材的测试 并正对回馈意见 进行教材的精进以及修正 小型织布机介绍 这是我们设计的小型织布机 我们的织布机算迷你 但作品最长可达100公分 织布机的优点是 价格便宜约2000元左右 体积较小方便操作 材料包介绍 为了方便学习 我们提供的材料包组合如下 商业分析 STP分析 我们利用人口 心理 及地理变数 来进行市场区隔 锁定校内的师生 及对编织 若化有兴趣者 为目标市场 市场定位 不受时空限制的 泰雅织布数位教材 行销4P分析 产品 我们的产品有 泰雅实体小书 数位教材 材料包及小型织布机 价格 织布材料定价为2600元 工资材料定价为600元 通路 我们预计通过网路平台行销 来进行贩售 并成立新创团队 向学校园住民相关单位 进行推广 推广 依设计流行中边商品 如手机挂笋等 吸引消费者目光 二 提供客制化组织图 创造出独一无二的作品 结论与建议 结论 我们的数位教材 学习者角度进行拍摄 使用者皆反应前协一斗 可以顺利完成作品 二 可以反复观看学习 以科技取代传统的真人教学 三 克服学习人数上的限制与障碍 最后 透过数位教材的推广 有助于泰雅编织文化的保留与传承 未来期许 我们希望未来能够提供更多的组织图设计 将教学包放至各大平台展示贩售 将泰雅支付DIY结合国际观光客游城 透过体验与数位教材 将支付记忆推广至国外 等民论知道 由你来制造 很快书把赖 我们的报告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